面瘫案例 左脸竟然瘫痪不能活动 5月16日 西医确诊为面瘫 却说已错过就医的时间 只能先吃药止痛 后续再靠物理治疗 无奈之下 我转往中医院做针灸 却没有什么改善 原始点的志工朋友 得知我的情况后 极力推荐我 用原始点处置 我在半信半疑下 开始接受调理 调理前的症状 左脸瘫痪 腮线部位疼痛肿胀 左眼无法闭合 吃东西常咬到牙肉 口齿不清 颈椎僵硬 左上背部 肩膀 手臂 及手指疼痛麻痹 体寒影响睡眠 调理细节 志工朋友每天帮我按推头部 颈椎 上背部 肩部原始点 以及脸部的小开关 由于痛点主要在头部 尤其是法令纹嘴角的部位 志工朋友要我加强头部保暖 帮我涂抹姜粉泥 然后包扎起来 再用暖贴24小时温敷 并嘱咐我每天喝姜汤 晚上睡垫热毯 保持身体暖和 借寒凉食物 即冷饮和水果 早上晒太阳半小时 运动一个多小时 第一天按推头部后 感觉很舒服 第三天 肩膀 手臂 及手指疼痛麻痹解决 第五天 脸部麻痹感消失 可以稍微活动 到了第七天 脸部动作已恢复八成 随着病情的改善 我对原始点的信心大增 也更愿意配合志工朋友的指导 经过八天的持续调理 所有症状完全解决了 处理前 处理后 原始点的调理 让我改变了以往不良的生活习惯 身体比以前更好了 我也开始分享原始点 给身边的朋友 感恩志工朋友 无私的教导与关怀 感恩张医师 研发的原始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